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长 利空淬炼流一线 危机即将化转机 我觉得今天的盘式其实有点有趣 是不是保留一线生机 然后开始化为一个反弹的契机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一个一分钟的线图 其实开盘当然一路下跌 我们昨天就讲到要注意的什么 前低15616的位置 这位置就是这个红线 你看这线一画出来很清楚 来这里第一趟跌到这边 马上反弹 看起来15616是一个有撑的状况 但是到了中间过后 到了中场过后 就开始跌破了 跌破还回撤 这是很明显的什么 撑压互换 对不对 支撑跌破就变压力 压力上来过完撤了几次 然后就开始往下杀 但是杀到后面 居然又再拉上来 就又继续又站回了这个15616的位置 所以15616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支撑压力的位阶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位 所以在指数这位阶上面最后收盘收到多少 来15641啊 所以还是收在了15616之上 这是不是代表什么 这个位阶有没有可能 是进入到什么 确实有可能在这里 变成一个底部的位置 底部的位置 所以守住15616我觉得是怎么样状况 弱中透强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 昨天晚上道琼2.42% S&P5003.52% 3.25% 纳斯达克跌了4.08% 费半跌了6.24% 结果最后台股才跌1.2 1.25啊 所以看起来是有点弱中透强的味道 但是你从日线的级别 当然这个部分上面有这个万六的压力 然后再来有月线的压力 再来有季线的压力 所以说这一波上方当然还是压力重重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定是这样 不可能说这里 假设是这里是见底 上面就忽然没压力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反弹行情 然后一关一关慢慢测 都有可能 或者是测到这里下来 或者测到月线下来 或者测到季线下来 不知道 这我们都不用拆 我们就边往后看就好了 但是记得一个重点 就是这好像有弱中透强的味道 来记得我们加LINE 右下角这个QR Code 然后小老鼠WQ5868 这是我的那个LINE的那个ID 在LINE里面我会做什么 盘式提醒看盘重点 操作技巧跟个股的介绍 今天早上我提到什么 就是今天那个一开开盘前7点多 因为我今天很早要到办公室 我昨天看到美股大跌 我就担心会不会再次重挫 我就那个美股再次重挫 台股势必会面临沉重的压力 希望昨天提醒可以帮助同学避开风险 然后接下来我还是觉得修正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 所以第三季的主流族群我会持续分享 但是呢 OK 那让我提到不知道怎么处理持股的婚姻来电 所以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我会做一些那个持股诊断的活动 然后所以那会员同学啊 我们在持股出新之后轻松等待机会 迎接下半年旺季的投资机会 OK 但是到了那个盘中啊 盘中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15616是否能守 然后台积电的500块的保卫站 然后但是当然今天的利空消息就是面板 因为三星砍单嘛 所以面板驱动IC的族群普遍都破底了 然后联发科今天也相对弱势 因为它消费性的IC的龙头对不对 OK 然后今天晚上又是美股四五日 所以要留意国际股市的风险 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拆低进场 底部讯号出现之后我们再进场 OK 但是到了尾盘 居然是收在这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这有点有趣 所以我们再看一些讯号 来首先台积电 台积电破了前面505的低点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今天最低到499 想说破了整数关卡会不会有卖压 其实没有耶 我居然没有 所以最后收盘还收在501元 但今天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啊 外资投信都是站在卖房 结果台积电守住500 这是什么状况 而且昨天也很有趣的事情 昨天看起来好像升息的利空出境 然后结果那个大盘还是乱杀嘛 无差异的杀盘 结果外资跟投信居然没什么卖 那今天看起来反而有守15616 结果外资跟投信反而是站在卖房 我觉得这个有点诡异啊 有点有趣 但是我们再看往下看几个指标性的股票 今天我们讲那个三星的砍单嘛 当然就是砍面板的订单 这叫做利空嘛 这肯定是利空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哦 居然是这样 这是友达2409的友达 在前面的低点出现之后 因为他前面是一大波一直杀下来嘛 那让友达跟群壮都是那个全资股 OK杀下来之后看起来有一个横盘 看起来有点像要足底的一个讯号 然后呢前面这个低点低点 到了今天 这个的低点 其实看起来都是有手的 而且今天还收上去 还收了0.88%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利空是有量的 这是有量的 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注意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群创 来一样 他前面这样杀下来 来见低点 然后上来 这个地方低点出现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今天是怎么样 收一根十字线 小跌0.37% 然后守在这里 然后也是一个有量的位置 而且外资还大买 外资还买 OK 所以你看这叫什么 这叫利空不跌吗 这叫利空不跌 所以其实啊 我们每一次大家可以记得 利空不跌通常会是一个讯号 不管是个股 不管是大盘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而且底部啊 大家记得底部是有 一直有利空淬炼 我觉得到底部的时候 我一直收到什么消息都是利空 利空利空利空一直丢 就丢了 一直丢出来 丢利空出来 结果指数不跌 结果不再跌了 这种状况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特别关注的 这大家在看消息面 看消息面的时候 一个 那个看消息的一个技巧 所以今天的盘势 我觉得有点有趣 有点有趣 OK 大家记得YouTube订阅 展哥讲股 每天下班10分钟 掌握最新行情 然后记得下面帮我按赞 然后订阅加分享 我们500个订阅 直接开牌的活动 持续中 上礼拜加了还蛮多人的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来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做一些那个 过去的历史回顾 加强一下 大家的信心 来这一天 我影片的标题是什么 融资断头多杀多 筹码轻盈必翻多 所以 前面这段时间我都说 都是反弹行情 对不对 然后站上无日线 无日线为多空分水岭 所以正常你的 看影片的同学 应该在这边可以进场 但是我在这边其实已经明确说 必翻多了 所以其实这几天我都陆续在进场 在会员的部分 这部分我记得也有开牌了 OK 没关系 所以从这一段 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临界一段很明显的一个反弹行情 反弹行情 这当中当然有稍微跌破五日线 但是五日线 十日线 黄金交叉 然后基本上看起来像 十日线是有守住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段行情 一路坐上来 坐到这个高点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股票 这时候的低点 低点出来 然后呢 开始反弹行情 新胜利就表态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看快一点 那一样 这个低点出来 然后东哥游艇 大盘在上去的时候 跟大盘几乎是同时建高点 这连三根涨停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三天都很爽 每天都 每天都在涨停 然后还有什么 三幅化 它是这天涨停 这天涨停 大盘建高点 然后我们是那个2225出 22.5 22.5出的 OK 所以你看 在大盘 开始走强的时候 个股就会率先表态 个子股就会表态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特别真的要注意 会不会这一波 如果形成一个反弹的行情 那很有可能 我们本来昨天讲说 大家可以休息两个礼拜等7月 对不对 说不定下个礼拜 我就要再开始带会员进场 所以会员同学记得要开始注意一下 开始注意简讯 但是对于我们看影片的同学 你可以怎么思考你的策略 你可以像前面这一段一样 暂回五日先进场 暂回五日先进场 因为今天晚上还是一个关键 今天晚上美股事务日 所以今天如果 美股在期货结算之后 是回稳的 那有可能下周 我就会开始进场 可能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有些股票 今天也有一些表态 所以其实有点可惜 对会员也说一声有点可惜 因为昨天的股票 我本来想要叫两党 但是 还是有点执着于盘市 所以我只叫了一党 有点可惜 结果那一党停损掉 但是今天 其实我本来要叫另外一党 当然就不多讲了 今天就涨停 真的也是有点可惜 但是没关系 反正股票 股市就这样 永远我们都不会 不一定会 那个绝对压队 绝对压队 但是我们是拼几率的问题 OK 但是接下来 面对着周末 给那个看影片同学 好 包含我们会员一些看法 来通常我在看大盘的时候 跟个股的时候 会有一些做法 这个做法叫什么 相对强弱法 来这个蓝线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 我翻多的那一天 你看翻多那一天 然后从前面这段行情 最高点17777 17770 一路跌 跌到前低 是不是15616 跌了几乎2000点 将近2000 大概2000点左右 来但是你看 这一路跌 新胜利是怎么样 还在一个小涨的状态 还在一个小涨的状态 所以大盘跌 个股在小涨 所以大盘回稳之后 个股就表态 OK 大家记得这个逻辑 这叫做相对强弱法 就如果你的股票 在大盘跌 他就更跌 甚至比大盘还弱 这股票你就是 势必要换股 势必要换股 OK 来继续 来东哥有挺 来大盘 也是一样 大跌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在小涨 拉回整理 在小涨 然后大盘一转正 他是不是就喷出 他就喷出嘛 OK 一样三幅化也是啊 大盘大跌 他小跌 然后大盘转正 他是不是就表态 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部分 你趁周末 好好检视你的股票 就是你的股票 在大盘杀的时候 他是不是杀得更凶 如果是杀得更凶的话 那你势必就是开始要换股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同学 他是舍不得 你们都会舍不得 把你的股票换掉 亏钱卖掉 很痛苦 但是你记得 你要怎么做 就是换股 因为你会把 对这档股票的感情 转移到下一个目标去 所以记得换股 是非常好的做法 而且假设这一波 真的有机会在这个 来到前低点附近的位置 做一个指纹 那我们当然 这时候可能 接下来股票表态的时候 就不要错过这一段 开始可以换股的好机会 所以大家记得趁周末 你可以好好检视你的股票 我也会有一个 持股诊断的活动 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股票告诉我们助理 最后 没有靠近最后 还是提醒一下 唯一一正版就是这个 展客奖股 因为今天包含学姐 以前我们社区大学教课 的学姐 也赖我说 有收到讯息说是不是我 所以其实都不是 只有这个展客奖股 才是我的 OK所以大家记得 然后这里面都有电话 0800370888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要打电话进来确认才对 那种赖的其实基本上都假的 真的 你能打电话进来 有空我也可以跟你聊两句 大概是这样 所以最后啊 在这周末 展客小提示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太弱留墙 一定要太弱留墙 其实前面的影片我一直提到说 我升级逻辑上就是短空长多 那短空空到什么程度 其实当然我本来预期是有一个用力急速的下杀 那反而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波段的机会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开始指纹 那我们也不能错过 我客观讲 我们也不能错过这行情 所以你要在这个阶段 你赶快开始做太弱留墙的动作 因为每一波的主流都会换 每一波行情的主流都会换 所以这时候你还留在上一波的主流 因为我们上林达news那些节目都很清楚 大家的习惯性都是这样 就是你前一波主流 追进去之后 那个行情结束了 你还是套在里面 你还是在里面 你还是不走 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操作方法 你不要等一档股票一个个股接套 我们要换新的个股帮我们获利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所以太弱留墙 以股换股找生机 我觉得这个周末大家要好好注意 因为当然很快 我们今天晚上 晚上的美股到明天结束 我们睡觉起来 你看一下美股的状态 如果美股开始回稳 那搞不好下礼拜台股就会 启动一波短线的反弹行情 这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周末 我帮大家做持股诊断 有30个名额 一人两档 不要一人弄个七八档 一人两档30位 这样我们能服务比较多的人 财富下一年活动 还是继续 0800370888 你也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持股的问题告诉我们助理 这部分我周末 再花时间帮大家做一些整理 那希望啊 当然我也是希望说 如果下礼拜开始就可以 有行情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 短暂的行情 但是当然前提是这样 这一波可能 我不会抓太远 我可能就是停损停力 我都会抓近一点 把掌握这个波段 那当然如果再上去 上面层层的压力 一关一关克服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回操作 我可能大致上的策略 先跟会员说明一下 不过我还是会 以实际的状况跟简讯为主 OK那祝大家 那个周末愉快 那一起 祝福美股今天 赶快直稳反弹 带动台股下礼拜的行情 OK 那就到这里了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